目前在要到北京榮工讀書館這幾天做完工 特別在廚要請第一名會的設計古文明老師 來指導後來修新製造一份美麗康乃馨表達性意 今年比較特別的小盆栽 就是迷你的康乃馨的盆栽 去用一點花衣的技巧 把這個盆栽跟我們的玻璃容器做一個結合 也同時搭配了一些手工液的部分 把這個東西組裝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很精緻的一個生活小品 來自台北古文明老師年紀輕輕 在花的設計已經在中無所 今年有緣分來北京榮工收購是在中雷雷飛翔 今年無情再次邀請到古老師 北京榮工很多老師都得了機會來學習 有獻祭啊 這個花很漂亮啊 現在你說很容易啊 你可能有錢就可以買啊 像我們今天做這個是自己動手做的 當然就更不一樣啊 自己不曉得說要買什麼東西 那如果自己親手這樣做一下 其實意義蠻好的 想要同事鼓勵我來學一些看會不會比以前更有氣質一點 因為交替意比較沒有那麼氣質 我們希望說能夠把花藝在日常生活當中都能夠融入 提升大家的這個生活啊 怕破壞一般無情在三個社會傳統古文明 讓康乃星變成噴災 而且這噴噴災是結合美甘大祖真杜於無理 一片是往下的 這樣子它的遮的這個幅度呢就會比較大一點 這裡可以放一般的切花 就是比如說我們買一些去花店買一些小小的花朵啊 像比如說康乃星也可以買薑康 或者是小玫瑰這樣子 那這一樣裝水之後我們就可以當成一般的花氣使用 用一個寶蕾布仔跟上用紙米尾 鼓勵給噴災變成像設計感 再看上米的康乃星就是完美的無情在內部 古文明基礎這康乃星的小噴災用心照顧能夠擋到兩禮拜 有興趣的賓獎不讓自己當手 在媽媽一個可以噴水又特別揮噴 其實就差不多了